例如你覺得那部手機走得很慢的話 其實那部手機的後面 都有一個箱 即是一個蓋子 其實你可以開它出來 按更換 比方說 你想換那條RAM RAM大概會藏在中間位 而那些硬件的Harddry 其實就會藏在旁邊這些位置 那我先介紹一下那條RAM 是怎樣可以換 其實很簡單 你的RAM 其實你先開了這些螺絲 開了這些螺絲之後 你就會看到裡面 其實會有一條RAM在 那我可能這個螺絲批 不夠小 如果螺絲批不夠 不夠大 那用這個螺絲批就比較方便 就可以開了它 將它全部開了這些螺絲之後 呢 我現在就把螺絲批不夠了 我現在就把螺絲批不夠了 那 我現在就把螺絲批不夠了 然后再去老区 开了之后 大家见不见到呢 RAM就在这里 这条RAM其实是可以变的 因为这部机是旧的 所以我之前跟开 1GB 1GB RAM 我把它变成2GB 2GB RAM 现在变成4GB RAM 其实开开是很简单的 大家见不见到这里旁边有卡位 这里旁边的卡位 你只要这样移一移 这里又是移一移 其实RAM就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比如说你想买另一条RAM 加大它 你可以拿回这条RAM 现在比方说这个是1GB RAM 你拿出去的话 你跟它说 我要这个RAM 这个款式 不过是变2GB 它们会找给你 找给你之后 你买了回去之后 就同样在这个槽里面 插进去 放入槽 之后 你可以这样把它插进去 把它插进去 之后 其实那条RAM已经进去 进去 进去之后 然后盖上盖子 就算是换了一条RAM 那 Hard Dry 你就要看 Hard Dry 它大概在某一个地方 比方说 比方说 你这一部机 到处看 那看看 它的Hard Dry 大概会藏在哪个位置 它的Hard Dry 应该是藏在这个位置 看不见到 这里有一个卡位 那也是一样 你可以开了一个螺丝 里面也是有一粒的 抽出来了 这两个螺丝开了之后 其实 好像一个柜桶 整个柜桶这样抽出来 抽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硬件 比方说 我现在用250G 那你喜欢 比如说 要个500G 的话 你可以自己换一个500G 就放进去里面 那 如果甚至乎 你喜欢一个TB 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个TB 进去 你放进去之后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架 那是兔子的 这里有一粒螺丝 和这里有一螺丝 当你这粒 和这一粒螺丝开了之后 你整个硬件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就换一个这样的硬件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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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双一粒螺丝之后 你可以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 照顾 上一些螺丝 上一些螺丝进去 对吧 上一些螺丝之后 你这个一样 你可以上螺丝进去 那我再开机 给你看一下 究竟这部机能不能穿 这部机能不能穿 盖起来之后 就上一些螺丝了 放进去 放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一试那部机 其实是没问题的 当你换过东西放进去 其实是没问题的 之后就拿回电芯放进去 那我暂时不放电芯进去 用叉者来试 那我暂时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可以试试这部机 一样没问题的 它一样可以穿到的 那所以说呢 譬如说你的硬件坏了 或者是 RAM不够多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改部电脑 不用拿出去给别人来做 因为你拿出去给别人做的话 它收费都挺贵的 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 其实有时候呢 它是按着特价那些 RAM 或者那些硬件呢 其实买一个都很便宜的 好像我上次买一个 那些大概是500GB的硬件呢 都是大概是39元左右 不是太贵 可以给你看一看 因为这个RAM呢 改了之后呢 它的速度会快些些 因为这部电脑呢 就大概已经差不多 都应该有10年左右 那那 改了之后呢 它会显示出来呢 它是4GB RAM 是不是 4GB RAM 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硬件呢 它这个硬件 我已经把它分开两个了 两个硬件可以斩开它 一个是165GB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后备 就是66点几GB 在里面 所以呢 那你可以把它 又可以斩开它 之余呢 那你可以将 譬如有些重要的东西呢 你放在这个硬件里 那如果比方说 当你有一天 突然间 那个window 10 凉了 或者是 开不了 或者有时候是 直接 玩完了 或者要重新装 的话呢 起码你有一个backup 的file在这里 那就不用每次 就是说 用个外件 那些是比如USB 那样插进去 那就多谢大家收看